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达泰国关口了 太兴奋了 这边泰国 这边马来西亚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入境到泰国了 先来7-11的七宅 第一站7-11 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个小牛奶 这就摔在上面 它也比较好吃了 还有起司 我们到达第一个午餐点了 来这里吃饭 排菜 不要不要太辣了 这边你们知道是不是有那个水 放在这一个小锅里面 然后放满了冰块可以倒过来 其他的餐厅还上个马来西亚的报纸 每一条菜都不错 特别的实惠又好吃 收拾好行李之后呢 我们就开车15分钟 去找一家特别好看又好吃的咖啡厅 叫做Cooper Wood 它是在一个居民区里面 那时候我们都还要怀疑是不是走错的地方 到了这里真的是太值得来了 非常推荐大家这家咖啡厅 东西好吃不贵 景色一流宝 真的在这里可以看 待一个下午都不为故 今今傍晚的时候呢 我们开车上山顶去看一路 这边特别有LaLa Land的感觉有没有 现在来到了夜市 叫做叫什么 Li什么 Li Garden夜市 Li Garden夜市 今天呢正好赶上周末 所有Li Garden的夜市 就在我们住的楼下 哇鸡脚鸡脚 还是踢骨的 我们丰盛的夜市晚餐 哇 我们来泰国的麦当劳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呢 我们先来一个山顶的咖啡厅 喝茶吃早餐 这里啊能看到整个和爱的全景 真的超级超级惬意啊 在这边吹着海风 都不想走 我们又来七彩光街了 买了一堆 这边有猪肉猪肉猪肉 汉堡包 你看这边有好多好多 还有一个包好的橘子 这样 这个也特别好吃 这个也特别好吃 这个 这的零食都好可爱哦 我们看这个 笑秀 还有这个5 star 超级好吃的5 star 今天我们可以点大鸡腿 大鸡腿 看到吗 大鸡腿 好 ok 因为今天要开车赶往加密 所以呢 路上的午餐也是在三名单里解决的 看我们这些丰盛的午餐 每一样呢都点了一遍尝尝 真的 他家这个汉堡 抛打饭 大鸡腿 都非常的好吃 每一样我都很推荐 包括甜点也是哦 反试一下 这鸡腿多大 有没有还有鸡腿 哦不行不行太大了 从河岸大概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就到达了海岛贾米 到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 我们来到了贾米的民宿 然后现在来check it 快看好漂亮 这样子也不太好吃 这样子也不太好吃 开箱 开箱 我现在开心家一样 哇 不错耶 很干净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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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our studio 这是第一间房 不错不错 然后这边也带着 卫生间 哇 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看看啊 那边 啊 是不是客用卫生间 哇 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 这边厨房 哇塞 好漂亮 这边又一间房 哦 好干净哦 然后这边还有街房 哇 哇塞 啊后面小院子 哦好美好美好美 今天那个酒吧关了 是因为今天是泰国的一个什么佛教节 所以24小时敬酒 万佛节禁止买卖酒 过了24点就可以了 而且今天呢也是元宵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呃 左边 嗯 哪里哪里 那个铜啊 你看 加米这边90%甚至95%以上的游客 都是外国人 有很多欧洲过来的 晚餐呢我们在这家日落餐厅解决 哇这家餐厅的景观真的是美到 一定要提前预定 这边是看日落最佳的位置 而且餐品也是一流 环境更是棒 晚上还有烟火晚会可以看 非常非常推荐这里 怎么拍都不够 这个日落啊太美太美了 而且他都告诉你们一句 这家餐厅的帅哥美女很多 哇哦 吃完这道精致的甜品之后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Fair Show 哇哦 又来到了我们最爱的 Let's relax 按摩提前预定哦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这家Let's relax 反面变得其实是连锁的 之前在曼谷有按摩 非常的舒服 没想到在加米也能预约到 按完之后呢 就来澳南海滩的步行街走一走 买买东西 好 我们现在旅程中就一边 看着花哨一边旅游 就是特别有感觉懂啊 看过的人都懂花哨舞 大家太舒服了 看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啊 一堆朋友出来旅游 其实住一天民宿真的挺好的 有自己的小院子和泳池 今天一大早呢 我们要在加米出道吧 这个出道游啊 是我们昨天晚上在澳南海滩订的 其实大家不用提前在某宝 或者是某柱上订 这一条街上全是旅行社 而且还可以砍价 价格非常的适合 一定要往横里砍哦 主要的套餐呢 大同小异 都是四道游 皮皮岛或者是红岛 那我们选择了路程最近 相对不会晕船的红岛游 这边的景色也是相对可以接受的 主要是因为有小伙伴晕船嘛 所以我们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大概上午9点多去 下午3点就可以回到了 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海滩 可以去浮潜 但其实这个水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鱼啦 但有些这种小鱼 还有一个360的环景步道可以走上去 看一看整个全景 沿着这个往上爬就是 360度的观景台 400多街台机 大概走走停停 20多分钟可以登顶吧 不过确实挺累的 但是上面的美景也真的是治愈了我们 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这边还随处可见野生动物 比如像这种四脚蛇 今天我们入住一家 新开的非常棒 性价比很高的酒店 他离海滩走路真的是只要一分钟 还有自己的四家club 他家在Crabby有两间酒店 一间是以海为主题 这间就是以山为主题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住的酒店 做一个room tour 马赛 还有个小沙发 来 这边是个小厨 沙滩包和浴巾 这边是拖席 明尼板 这边一个小阳台 这边一个小阳台 哇 他的卫生间呢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浴缸 这边是水杯 毛巾 好精致的洗手袋 这个酒店最棒的一点 还有一个奥林匹克泳池 标准泳池 特别酷 两米深 这家酒店因为是新开的 周边的配套设施呢 还没有很完善 所以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开业优惠价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值得来住一晚 我很喜欢他这种阶梯式的泳池 甚至有的房间啊 直接出了阳台 就能到泳池里面 那这是一级一级泳池这样下来的 到下面有个小酒吧 特别特别赞 这个是恒温的温泉泳池 大家的薯条真的很好吃 点一杯小酒 坐在泳池 小路 所以阿南 Family Food 对 Family Food 这家小店这么多人 好像OK啊 哇 这排队的人 在这么小的一个巷子里 椰子冰山 哇 哇 哇 新鲜的大生蠣 四种酱 这是特别招牌的咖喱蟹 招牌冬鸣汤 放到2870 有一家男装店 衣服特别好看 八发绿绿的 旅程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又回到和爱 住的是几家CASA 33 非常网红的一家酒店 他家的布置装修确实挺网红 就是房间嘛 有一点点小 然后服务也没有说很好 可能因为他不缺客人吧 真的每次订都是爆满的房间 好在地理位置还不错 而且楼下是咖啡厅 可以静静的享受一顿美味的早餐 不过他家的餐点就一般 还是比较推荐他家的咖啡 晚上就到和爱的Santro Shopping Mall去逛街 哇这个商场 还有新年装饰呢 这个超火的牌子 Gentlewoman居然在这边开了分店 我们来到了地下的美食广场 然后来吃这家船面 这个船面真的很小份 这个点大份哦 就一团面而已 给你们看一下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薯条 大大只的薯条 这个超市 东西好多哦 在超市买了一堆战利品回去 各种小零食各种面 非常的实惠 最后呢来这家Library酒吧 喝个小酒结束我们的旅程 走吧 黄老板啊黄老板 喝完之后眼泪汪汪 哇我们最后的一顿在泰国的饭 是什么7-11 只要吃了一顿在泰国的个月 里面是不是很想湿 你是不是回家 下定了